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和大家探讨一种抗物质叫做星 我们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健康的资讯 如果你想吃点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 按个赞,按个钟,分享给你身边想健康的朋友 原来地球有20亿人都是缺星 而星在这几年,尤其是这两年都挺流行的 为什么呢?是因为地球有了疫症 大家都意识到星是可以提升免疫力 所以这两年是多人吃了星的 如果没有了星,人会有什么状况呢? 最主要是有媒体重减轻 如果你的伤口经常都好不回 譬如戒选了,一直都不会好 那你可能要留意一下,你是否缺乏了星 如果缺乏星的人会经常土窝 食欲不振,和长期慢性发炎 即是你不是这里痛又那里痛 然后这里选又那里选 然后选了又不会好 长期会有绘扬都不出奇 这就是缺乏了星的所有症状 其实星是很简单可以补充的 因为有很多食物都充满了星 包括有蚝、所有甲殼类的海产、 红肉、南瓜籽都有很丰富的星 如果你正常饭里面 即是在饮食里面 你一个星期吃两三次 刚刚我说的这些食物 其实你的星就足够了 不过有些人是不足够的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你是吃素的 那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为什么吃素的人 很多人都会缺乏了星呢? 因为穀物类里面有种东西叫phytase 直酸盐 原来phytase是会阻止了星的吸收 另外你吃绿色的植物 例如菠菜本身是很多星的 但是菠菜本身有oxalase 即是草酸 草酸又会阻止了人体的星的吸收 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话 你就要适量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的星 因为你没有吃到肉 你很难在那里吸收到 所以你要最好 你要定期用营养补充品 吃一点点星 那你就可以排除了 你食物里面吸收得不足够星 那我刚刚刚说的 在所有的穀物里面 它很多都有这个phytase 有直酸盐 那有什么办法提高一点点 譬如现在你很不想吃这个星的营养补充品 那你就将那些譬如豆、穀物类 你吃的东西浸大概两个小时 浸了才煮 那直酸盐vitase 它就会降低一点点 那你的吸收率会很低的 但是长远 如果你真的想营养均衡 你都应该要考虑一下 补充这个星 营养补充品 好了 另外有几类人 是很容易缺乏了星的 就是腸胃有问题的人 腸胃吸收有问题 你有腸瘤 腸胃肱羊 你有IBS 大腸激躁症 这一类型的症状 所有 关于腸胃你有问题 你升八九成 你都缺乏了 即是说 如果你有刚刚我说的这几个问题 你补充还是升 都不会怎么错 因为你很难吸收足够 另外有什么症状 你需要补充星呢 如果你有以下症状 你就考虑一下 适当补充星 你会舒服很多 当然星不是唯一一样东西 你要补充 只不过是 如果你有以下症状 你加上星上去 你整个营养就会平衡很多 包括有抑郁症 你的记忆力衰退 如果你有湿疹 皮肤炎 暗瘡 都要补充星 因为为什么呢 星是其中一个功能 是可以帮助你对抗炎症 另外 如果你是失去了味角和臭角 都要补充星 我再说多一点 近一两年 因为有疫症的关系 有些人在疫症之后 症好 但没有了味角和臭角 你经常都听到的 原来是这样的 味角和臭角 是靠其中一种酵素 令你有这个感觉 而这种酵素的 最主要成分 就是要靠星去补充 即是如果你的升不够 你那个酵素 就不能够 那你的味角和臭角 就失去了 尤其是近两年 如果有感冒 或者有疫症之后 那些人失去了味角或者臭角 你就要补充星 尽量快点补充那一种 的酵素 令它感动 让你有味角和臭角 这个很重要 另外 如果你有任何的腸胃育羊 你都一定是缺乏了星的 如果你有腸胃育羊 你升就一定不够了 就是你一定要补充 那伤风感冒 如果你现在 你是无病无痛 突然间你是 开始有些伤风感冒 你就 尽快 就要吃回补充星 那吃的量是多少呢 如果你是伤风感冒 即是一开始 突然间有双风感冒 你一天去到100都没问题 100mg 没问题 150都有人用的 都可以的 你短时间都可以 譬如你双风感冒了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你100至150 没有问题的 这些势量 但是长就不好 但如果你有任何的肺羊 刚才我说 这些是慢性的 你就要长期补充上升 那升呢 你就要想一下 再有些人 是整天生不到BB 你就要考虑一下星 为什么呢 以前那些人 不是说 壮阳就要吃生蚝 作用其实一模一样 就是那些人吃生蚝的原意 就是因为生蚝里面 有很丰富的星 所以星 如果你补充了 是会令到容易有BB 还有 星是掌管你的免疫力的其中一种抗物质 如果你没有了它 你会整天免疫力很低 整天都病 好了 有很多人 在长期保星 尤其是这两年 长期保星 一天吃50至80或者100mg的星 但是 整天都病 仍然是整天都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这样的 奥秘就是 因为星 如果你长期用 是不能单独用的 如果你用得星 星的剂量高 它就会压扁了你身体里面的铜 如果你星和铜的比例不对 你就会整天都病 如果你缺乏了铜 有什么征兆呢 你会经常病 你会怕冷 你会突然间出很多白头发 走路不是很稳定 脚浮浮 然后眼睛又很蒙 最主要 你会觉得个人很虚弱 很虚弱 整天都不够气 不够力 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人 而你长期用星 你就要考虑一下 你要补一些铜 星和铜的比例很有趣 平均 如果你每天吃50mg以下的铜 没问题的 你未必需要补铜 但如果你每天是50mg或以上的铜 你就要考虑一下每天补充2mg的铜 它星和铜的比例就刚好 你长用星也没问题 但星单独不能长用太久 和高剂量 如果低剂量也可以 但如果高剂量 比如50mg或以上 最好你长期用就加铜 有什么人要这样用呢 你有长期病 比如你有肠胃育养 肠胃育养 肠胃育养不是一两个星期医得好的 可能你要医几个月至一两年不等 你有消化系统问题 你就这样搭着用 星加铜一起用 我以前一向介绍了很多次的 这一只星 Jero这牌子的星是15mg 一粒 它就有1mg的铜 如果你是保健 这一只是可以的 一至两粒一天是没问题的 就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 抵抗力 但是如果你有长期病患 比如你长胃 常常有股羊 你就可以用这一只 比较重剂量少少的 50mg的星 但是如果你用这一只星 你就要加回刚才这一只铜 2mg每日这样用 那就最安全的 你就不怕长用了 如果你有铜和星一起 你升是没问题的 长用到 如果不是 你说是保健的 15mg这个已经够了 除非你是长期病患 你有长期发炎 慢性发炎 你就要长期补升 消化系统不好 你就要长期补回小星 你就要用2mg的铜去顿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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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小个螢光幕 左手边有个称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就会看到购买连结 如果你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有向下先锤 你按下去也会看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打完这个字 购买ZFN572 全张单都很多 5%折扣 我们这集就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记得在右下角按这个订阅键 给我个赞 按个钟 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 我们这集就先分享到这里 下集再讲个拜拜